牆壁還留下明顯彈孔 讓人看了觸目驚心 上個月台南市雪甲區發生連續槍擊案 槍手8分鐘內連開88槍 案發將近一個月 嫌犯卻遲遲 還沒落網 台南市刑大發布一則茶器專刊 通緝對象是綽號昂姑的洪正軍 180公分身材壯硕 左小腿還有刺青 不過專刊上只說曾經犯下重傷害案 還有妨害自由才會被通緝 也點名可能藏匿地點 不過這和地方盛傳的雪甲槍擊案主神身分 不謀而合 槍擊案11月10號發生後 隔天抓到共犯裁定2萬元招保 選前地方傳出風聲 懷疑是洪性通緝犯不滿有人用自己名字 在外胡家虎威才會開槍警告 不過選後的12月1號台南市警察局發布茶器專刊 內容掩飾通緝犯 那洪正軍和槍擊案有沒有直接關係依舊沒有招待 清楚 地方民的炮轟破案進度一拖再拖始終沒有對外說清楚 讓民眾不能安心 服務處也被槍擊的議員謝才旺 則是出面幫忙緩家 他也很正確要拔 我只要說我本身是臨時才要幫忙 這拖會有非常辛苦 有任何通緝的人 我們本來就應該要加以追悉 這是五邊有疑問的 人還沒有找到 任何人做一個猜測 其實對案件本身並沒有幫助 到底洪信通緝犯是不是88槍槍擊案主嫌 讓外界物理看花 當地民眾只希望能盡早逮到槍手 不讓台南背上慶祭 知都惡名 近期新聞陽性收尾黃一軒 TECK報導